好 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来上风鸣器 各位可以把你的板子拿出来 把你的Q-NO拿出来 Q-NO上面呢 这么多零件里面有一个灰色的 灰色的这一颗叫做风鸣器 风鸣器 那风鸣器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小喇叭 小喇叭 所以这个等一下呢 这个你会发出声音 你在使用的时候 那它的英文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叫做Buzz Buzz 那后面有一个数 有一个英文叫D3 那D3指的是第三支数位角位 Digital 3 第三支数位角位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D3这个位置 有一个3的位置 好 那 各位应该都找到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风鸣器 风鸣器在使用上 我们在买硬体的时候 如果你去买一个单一颗的小喇叭 那它长相可能会跟这个不太一样 那它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无缘风鸣器 一种叫有缘风鸣器 那这个圆是什么意思 圆指的是 音频 就是声音的频率发生的电路 就是产生 音频的电路 这个圆指的就是产生音频的那个电路 那所以无缘风鸣器呢 就是没有那个音频产生气的风鸣器 没有音频产生气的风鸣器 那各位知道我们发出声音 人的声音 空气里面你听到的声音 它是由震动的频率的快慢 来决定它的高低音 那所以如果它没有这个 产生震动频率的这个电路的时候 它就叫做无缘风鸣器 那无缘风鸣器的话 它的高低声音就没有办法产生 所以你就必须要给它频率 那我们通常就是由外加的硬体 或是软体里面去控制它的发声频率 那声音就可以经由你的程式的高低音 去做高低音的控制 那另外一种叫做有缘风鸣器 那有缘风鸣器就是有 那个频率发声器电路的风鸣器 那也就是说它的硬体里面 已经有包含发出声音高低的 那个频率的电路在里面 所以它的声音的频率是固定的 固定的 所以你只能开或关 就是让它发声或不发声 所以像那个警报器 消防警报器或是那个厕所的频率 厕所的那个警报器 那个都是固定音频 防盗器 这种大部分都属于固定音频 那如果是那个电子乐器上面 比如说电子琴 那这种就是属于无缘风鸣器 那只是说因为它如果是硬体的 它会把那个每一个音阶的音频 做在里面 那等你去按按按键的时候 它会按了哪一个按键 它会决定有哪一个频率 去控制它发出声音 那如果是软体的 就是由你的程式去控制 所以这个叫做风鸣器 那我们刚刚讲 刚刚在这个风鸣器上面找到 它有一个D3 所以它是用D3那支角位去控制它的 它的发出声音的频率 那所以我们就是待会在写程式的时候 会用到D3 那我们来看看你的 呃Q block 请你打开 好 请你把你的Q block 打开 ın 嗯